大家好,上期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蟹爪呢花蟹之后长期不恢复生长长势弱 那么我们呢除了给它进行修剪之外呢 第二步呢就是要给它进行换盆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正确的换盆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换盆技巧 能够让它更快扶盆更快恢复生长这个新芽 后期呢就能够像这样子成成茂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把它脱盆出来看看 我们轻轻敲一下盆壁 把它取出来 再之后呢先把这个表层的一些土啊给它脱掉一点 我们会发现了这个蟹爪呢它的根呢 大部分呢都枯死了 而且呢整个植株呢没有什么新根 所以后期之所以难以恢复生长啊 还是因为根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换盆呢还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土脱掉然后呢给它修修根 把这些枯根给它修剪掉 这样呢有利于它后期萌发更多的新根出来 那么修根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宇宙多菌理容液里面 给它浸泡杀菌消毒之后再来摘种 如果这个时候不想泡杀菌剂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栽种之后呢后期再来给它使用这个杀菌水来灌根 它的配图呢其实很简单 我主要就是用了这个营养土加上核杀 多加一点核杀的话呢我也增加盆土的透气性溺水性 这样后期它更容易发根 而且呢植株呢不容易出现积水难根的现象 然后呢用盆一定要用一些透气性非常好的盆 那么像这种四周油孔的这种盆的话呢最合适不过了 然后盆底的话呢可以加上一点淘粒周围液水层 然后呢先在盆底垫上一层土 再来给它加点底肥 底肥的话呢我们用发酵符收好的羊分就可以了 因为羊分呢温和营养全面 最关键的是啊它具有不烧根的特性 作为底肥的话呢盆土底部啊营养充足 那么就能够诱导植株的根系啊往下扎 放了羊分之后呢我们最好就是添加一点谷粉 因为蟹爪囊是一种开花植物 加上谷粉呢对它后期开花也比较有利 谷粉呢适量就可以了 羊分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呢再盆土表层再垫上一层土 再把这个蟹爪囊放进来摘种 在盆土周围给它填上土 填好土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土壤啊压实一点 让它和根系啊更加的贴合这样呢后期更容易浮盆 这样摘种好了 摘种好之后呢我们就要给它浇灌这个定根水 因为我之前呢没有给它经过这个杀菌消毒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也在这个定根水里面加上一点这个杀菌药 那么杀菌药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这个乙座多菌磷 也可以用这个厄梅磷 那么这个时候用厄梅磷的话相对比较好一点 因为呢它不仅可以被植株吸收进行传导杀菌 而且它还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土壤杀菌剂 也可以杀灭掉土壤里面的一个病菌 那么我们将厄梅磷的滴几滴到这个水里面 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进行灌根了 灌根之后呢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个时候不要给它强光直色 先营养一段时间 那么后期我们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呢 在水里面放上一点这个101生长活绿树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不仅可以触根 而且还可以促进它加速浮盆 最关键的是呢它可以打破植株的休眠 可以让植株啊快速恢复生长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 大概就是稀释1000倍使用就可以了 等到恢复生长之后再稀释到3000倍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